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這一對傾訴人 他們的壓力是什麼 通過短片來了解一下 壓力傾訴 我真的搞不懂 他到底在想什麼 為了奪我 工作都不要了 一個人跑到北京 我短線他也不回 我的電話他也不接 我真覺得 我為他付出了挺多的 我為了他 我和我父母天天吵架 我朋友沒有一個人 和我們兩個在一起 會幸福 但是我真覺得 我們會有未來 我能為他做的 我都為他做了 我們兩個就是 不同世界的人 有些東西真的不應該免加 我覺得我們兩個 有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共同去面對他 解決他 他直接以一個短信告訴我 分手 這到底算什麼 好 接下來我們有請 兩位傾訴人上場 有請 謝謝 琪琪和小楊 琪琪來說說看 郁門的地方是什麼 十多天沒見了 你看我就是這表情是嗎 我覺得我們兩個 就是我覺得兩個 親愛的人沒有什麼東西 是能讓我們兩個分開的 我們兩個在一起 我為他做了很多 然後他一聲不吭的就走了 因爲什麼呀 因爲阿姨生命了我沒有去看他 我後來有沒有給你發短信 我去解釋過 我說我們那個時候在吵架 我不想把咱們兩個的情緒 帶給阿姨 我有做錯嗎 我後來有去看阿姨 阿姨也沒有怪我呀 至於我們兩個分手嗎 我當時和你說我媽生病了 你直接就給我轉過了500塊錢 說讓我給我媽買點東西 難道我人不到 我東西還要不到 我給她一買水果買不必有多嗎 可是我當時跟你說我媽生病了的意思 是讓你去醫院看看我媽 你給我轉錢是什麼意思 我是乞丐嗎 我媽當時病得那麼嚴重 大家也沒有怪我呀 你媽媽她怎麼了 我媽得了是尿路感染 然後是小便的時候會尿血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特別嚴重 是在住院呢還是在家裡休養 住院 所以特別想齊齊能夠親自去看一眼 對 那如果是因為這件事分手的話 那我跟你道歉 對不起 我沒有去看阿姨 是我不對我任性了 我們想的東西根本就不一樣 你想到了你不會去考慮 你會帶給我什麼樣的感受 你就會直接去做 直接去說 就因為一條狗 你都能把我罵得連人都不是 那你送我的狗 我也沒什麼不給他幹 你還給狗請了個護工 半個小時一百五十塊錢 天天給狗按你的 那難道我寶貴 你送我的禮物還寶貴錯了是嗎 咱倆真的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還做錯的話 那我給你道歉 對不起 你總是在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就可以隨意地跟我喊 你不管當著多少人的面 你從來不會顧及我的面子 聞眉毛的時候你說啥了 我說啥了 自己說啥都忘了 我一個星期上六天在班 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一天的時間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我去找你 然後你沒洗頭 你不想出來 那好 咱們洗頭 你洗完頭你再剪個頭髮 可以 剪個頭髮三百多 三百塊錢夠我剪十次的了 剪完頭髮還要沒假 沒假的時候那個店員一個勁 和你說你眉毛醜 她說讓你聞你就聞 我當時我都跟你說了 我媽原來就聞我 聞得真的很醜 我媽聞完了自己都後悔了 你在我心裡已經很美了 我根本就不是說因為錢 不讓你聞眉毛 和你在一起我不心疼錢 但是我只有一天的時間 你知道嗎 每次我跟你出去我畫眉毛 就要畫半個小時 我聞個眉毛有錯嗎 而且當時那話真是無心說的 你說了什麼話 那四千多我自己掏啊 我又不用你花錢 你管我幹什麼呀 那麼多人在現場 當時別人會怎麼想我 就好像我真的很在乎錢 但是我絕對不是因為錢不讓她 那你到底是在乎什麼事情 讓你這麼生氣 我和她在一起這麼長時間 那你要說了是嗎 咱倆在一起一周七天 你上班六天 你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這一天我們出了一年多了 都在幹什麼 看電影吃飯 我跟你說了這麼長時間 我說你有時間你帶我出去玩一玩 你帶我去玩了嗎 我沒帶你出去玩嗎 去哪了 去太陽島我沒帶你去嗎 你好意思說太陽島 什麼意思啊 我倆在哈爾濱處 太陽島我一腳油門就到的地兒 我用它帶我去嗎 那你想去哪兒啊 最起碼我覺得我們兩個 要去一趟大禮啊 那好 你知道兩個人在一起出去散散心 我們兩個可以落一些 我們兩個平常在市中心 是 然後你告訴我 你說要去太陽島了嗎 做個攻略 我拿著十分證我去找你的時候 你說我們就在跟起來轉轉 行 跟起來轉轉 去大慶泡個溫泉總可以吧 近一個小時 你朋友加了一箱的油 我以為能去大慶了 我帶的泳衣什麼的 結果一腳油門到太陽島了 那我朋友加一箱油還加錯了嗎 我朋友開著他的車 帶著咱倆 然後你呢 你不是也全程甩臉子嗎 什麼叫甩臉子呀 等到我朋友 我說什麼了嗎 我說你朋友一個步驟怎麼當你面 可是等到我朋友好像很尷尬 咱們一起出去玩 你可以跟我生氣 但是你也應該把你的大小姐脾氣收一收 我跟你還有大小姐脾氣嗎 按我的性格我能來節目嗎 你覺得按我的性格 我是那種會當著別人面掉眼淚的人嗎 我沒有吧 我十多天沒見你 我很想你 有一點想問一下 你是幹什麼的 我在我爸爸的公司當才快 也是才工作 我怎麼感覺你日常的閒日子比較閒呢 你不是一直在等他帶你出去玩嗎 我們倆剛處的那一年 我是沒有工作的 對 現在是有工作 後來我們兩個在一起 也是考慮到 一個人的經濟實力 肯定抵不過兩個人的 也不可能我聽聽說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約賺4000多 我想問一下小楊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在貓魚公司上班 評估一下月收入 五六千左右 琪琪和小楊是在多久以前認識的 14年 我們兩個日子沒有多久交往了 在什麼狀況下 通過微信 其實我了解他心裡很多的壓力 我也有在去努力的 把這些壓力變成沒有 像他說我有很多時候說話 會不顧及他 我有知道 因為有一次我們兩個 因為這車吵架了 當時也確實是我不對 因為我一直在開我媽媽的車 他沒有車 然後有一次我們兩個 在飯桌上吃飯的時候 我當時也是因為想換車 然後再加上我也心疼他 我有說過我說 爸媽要不 你把我現在用的車給小楊開 然後我再買一輛新車 其實當時他有後來跟我說 他說這樣你會讓我很尷尬 就局面很久好像我在超公交車 其實根本不是 但是我真的 我當時是心疼你 我不想讓你去幾內公交車 我知道你對我是好心 你知道咱們四個人坐在一起 他爸他媽同時在看著我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是 就是那種就好像是 我跟他說了多久 就好像是我就特別想要他這個車 結果呢 我跟你說過一句話你還記得嗎 我說我跟你在一起 第一天我就知道你什麼經濟狀況 我說過我願意跟你倆去吃 門口那八毛錢的涮串 我也願意陪你穿牛仔褲白T恤 我當時喜歡你就喜歡你這個人 喜歡你的經濟狀況 喜歡你的所有 但是我想給你更好的東西 我想通過我自己的努力 我是個男人 我都這麼大了 我有自己的工作 說到錢 我不知道你把我當什麼 去年5月20號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個日子 那天我要出差 我本來想出差回來給你買禮物 但是你和我說這是今天這是520 你應該留下來陪我 好我留下來陪你 讓我的同事去出差 等第二天早上起來 我看床頭上擺一千塊錢 不是你拿我當什麼了 為什麼會甩一千塊錢在你床頭 因為他每次出差他有經貼費 然後他那次確實我 我是有些任性 我說我說要不咱不出差了 他說我有差旅費 他說沒有差旅費 怎麼給你買禮物 我說我不再用那禮物 我說要真想拿差旅費給我買禮物 我說我把差旅費補給你 你陪我過個520 你給我一千塊錢 這叫什麼事啊 你是瞧不起我嗎 不是 我是為了留下來陪你 我不是為了要那個錢 那你千塊錢呢 我給他了 收回去了是吧 我當然要收了 我知道這件事我做得不對啊 我和你在一起一年多 你說什麼做什麼 你總是會帶給我傷害 有些東西我理解你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 是需要磨合的 從烏朗奧特飛到哈爾濱 一個小時20分鐘 再飛回來兩個小時40分鐘 你媽心疼你 不想讓你累 讓我全家搬到哈爾濱 我媽有說你不搬到哈爾濱 你咱倆就分手嗎 我和我全家難道加在一起 抵不住他姑娘那兩個小時40分鐘 我媽有說說你家不搬到哈爾濱 你咱倆就分手嗎 你咱倆就不結婚了嗎 沒說過吧 是 你媽是想讓我和你在一起啊 你媽讓我把現在的工作辭了 跟著你爸幹 我們家就有一個姑娘 我能撐起我整個家嗎 我撐不起來 我媽當然希望我男朋友能幫我了 這沒毛病 知道嗎 你媽當時那種口氣和我說 特別瞧不起我 小楊你的家是在哪裡 我的家在內蒙古 烏朗奧特 琪琪呢是在哈爾濱 我家本市 小楊是在哈爾濱這邊工作是吧 對 那為什麼又會由琪琪 放烏朗奧特就是往返的 這樣一個事情 我倆過年我跟我媽在商量 要不今年過年我就去 我男朋友家裡那邊過吧 正好我想看看她媽媽 我媽當然也想過年了 和她親家能一起 坐在一起吃個年夜飯什麼的 大家夥齊勒勒勒勒 我媽沒考慮那麼多 我媽可能說慣著我 但是你沒想那麼多 但是我是男神 你媽直接跟我說 你們全家搬到哈爾濱來吧 你飛個來回能有多累啊 家一起才兩個小時四十 所以我有說過 我一沒跟你分手之後 我也有跟我媽不停地在吵架 我覺得我媽有很多事情做得也不對 會不會是琪琪她媽媽 對你跟她閨女在一起談戀愛 她不太滿意 我覺得是這樣 你為啥這麼覺得呀 我剛才說的不算嗎 就這麼兩件事 不會 心疼我 不會讓我 那次咱們仨在車裡開車出去 你媽當著你的面說 你有個世家家的孩子 特別好 又高又帥 家裡還有錢 從小就喜歡你 我不夠好 她高她帥她有錢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我喜歡你啊 你當時怎麼不說話呀 你當時怎麼不說話呀 我媽當時發了我為啥又說話呀 你當時不說話不就是默認了 你媽說得對嗎 她高她帥她有錢 跟我一點關都沒有 我喜歡你 你喜歡她什麼 我喜歡她長得帥 OK 太敷衍了我不這麼鬧 不鬧了 我倆挺正式的一個場所 還好啊 喜歡她長得帥 旅遊儀成立還有 其實她對我挺好的 她每次上我家 都挑我媽喜歡吃的水果買 我媽愛吃山竹 其實哈爾濱那對山竹挺貴的 可能她自己都捨不得吃 她給我媽買 我老身體不好 她給我姥姥買豆粉 她為我做的所有我都知道 她的壓力我也都懂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 我也在盡可能地 讓我們之間的這些壓力不爆發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年了她到底還是爆發了 我也很害怕 好像你還沒懂她的壓力根源呢 姑娘 我知道 其實她不是不喜歡我了 是吧 我沒說錯吧 所以說我才會不停地 這十多天往你家跑 去你家找你 堵你 我就想我們之間 能把這個問題 全部都發掘出來 我們去解決它 咱們兩個根本就是 兩個世界的人 怎麼是兩個世界人呢 你不用努力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 別人努力都得不到的東西 我怎麼不努力了 但是我不行 我靠不了別人 我也靠不了家裡 你什麼時候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時間長了 真的就能感覺出來 就連她朋友的服裝店開業 走到門口 我連走進去的勇氣我都沒有 什麼狀況 她說她朋友的服裝店開業 讓我去 到那兒了 我以為是明星聚會呢 艾莎山莊 簽名牌 男生一個都西裝可履 戴著墨鏡 女生高跟鞋 羊群 現場擺著紅酒香檳冷盤 攝像合影 真的我穿成那樣 我怎麼和你進去 你穿什麼 你長得帥就夠了 不是 他們穿西裝都沒有你長得帥 可是我進去 我是在給你丟人 我給你丟人同時 我也覺得我自己很丟人 我不是你 你有錢 我不要那些朋友了可以嗎 我不要那些朋友了可以嗎 你可以過得很好 你不應該 你和我在一起以後 背我把你的 我有沒有說過我願意 給你穿牛仔褲 穿白T恤 可是我不想因為 你和我在一起之後 我把你的生活水平拉下來 我不覺得那是拉下來 我覺得很幸福 我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啊 可是我想給你好的東西 可是我給不了你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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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在一起一年 你第一天和我在一起 你怎麼不說算了吧 你覺得一年了就只有你付出是嗎 大哥只有你付出了是嗎 大哥 是嗎 我知道你很關注我啊 想帶我去看阿美演唱會 你知道那票怎麼來的嗎 一張阿美演唱會三千 兩張票六千 是你一個月的工資 嗯 我不心疼你嗎 你要買 我說我朋友 買了不想去跟男朋友 低價給轉給咱倆 我什麼朋友那麼傻呀 三千的票五百轉給咱倆 還不是我花三千去買的 我知道如果我不去 你會覺得你又對不起我了 你又慘愧了 你又配不上我了 所以我只能自己偷我買了 人家都覺得啊 他好他有個有錢的爹 他可以朝他爹要錢 你不知道我有多努力嗎 一年了 我學的這個專業 我知道我以後很難就業 如果我學空襯我去當空姐 我沒有很長時間會見不著面 我想你我沒有辦法去幹這個事業 那可以啊 我只能上我爸的店去幹 四千塊錢我知道 哪塊開業了 你都想帶我去吃 我怕你帶我去吃這種地方 我怕吃一頓飯七八百塊錢 你心疼 我又不能老搶上買單 因為你是男人 我知道啊 所以說 你真的知道呢 我也不願意隨手抄我爸要錢 你真的知道那種 身上的錢加起來 都不夠付一頓飯錢的那種感覺嗎 所以我那天有說 我說我們兩個 出去吃頓飯吧 結請客 我是不是這麼說 我開玩笑說的吧 當天是我不對 你以為我習慣性的了 買單的時候 服務員 帳單就直接遞給他了 我沒搶過來 我不對了 我應該把帳單搶過來 多少錢 帳單上顯示 800塊錢 這兩個人 嗯 你當時兜裡有多少錢 不到400塊錢 他囧在那兒了 我錯了 那件事是我錯了 然後當時服務員是吧 把那個搭子 那服務員 你知道哈爾濱的服務員 他就是真習慣性的 都把菜單給男生嘛 哪兒 那東北人我們都是 對啊 所以說你體會不到這種感覺 因為你有錢啊 你有卡啊 你今天喜歡什麼 買啊 明天喜歡什麼 喜歡什麼 刷啊 但是我不行啊 我一月就六千塊錢 我喜歡什麼買 喜歡什麼刷 一年多了大哥 我給自己買過什麼 你冬天的時候 你說你跑外面 你想要個帽子 我有沒有給你買 我自己喜歡了很長時間的包 我都沒有買 帽子多少錢啊 我們能不說嗎 好吧 咱們兩個根本就是 兩個世界的人 我可能很努力 都得不到我想擁有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請到四位嘉賓 剪壓面裡面 剛剛女孩說一句話說 我不會來這種節目的 說實話 我挺敬佩你能來這種節目 我有很多朋友的 我明白 他們都會看的 女生能夠主動地站在台上 來挽回一段她想要的愛情 是著實不容易的 但是回過頭來 我就想問你 那你認為你們兩個的問題在哪裡 我家裡 我家裡一直給她的壓力也很大 我知道 就是後來她有朋友跟我說過 扁話是這麼說 我覺得使勁夠能夠受我 但是後來她朋友說 你知道為什麼她有時候 她說她加班都不願去找你嗎 我說我不知道 她說因為她躲你啊 你們兩個在一起 她每個月的工資都不夠 你們兩個花 我當時聽完之後我真的 她說她這麼做 怎麼能得到你爸媽的認可 你覺得你朋友說的是事實嗎 假設你倆走在一起了 未來五年不靠你爸爸 只靠你的工資和他的工資 你覺得你會過得開心和快樂嗎 我和她在一起我就開心 我是想一下 你不會過得開心和快樂 因為你們兩個剛剛吵架的時候 你會說一句話 你說我不是為錢 她也說我不是為錢 但你們所有吵架內容都跟錢相關 不管是吃八毛錢的烤串也好 還是你給她買的帽子 我們不知道價格也好 都跟錢相關 你的愛情當中 如果沒有錢的話 我不相信你們兩個 還能過得非常開心 因為你的生活 是她自己說的原話叫購不到的 而你也沒有辦法屈尊你的身資 去購她的生活 不管是你也好 還是你的家人也好 你們並沒有真正尊重她 作為她這個人的一個存在 你們只是認為 她沒有達到你們家的標準 所以回過頭來 我覺得對男生來講也是一樣的 你覺得他們家所有人瞧不起你 你自己能瞧得清你自己嗎 所以你很自卑 你害怕面對問題 那回過頭來 當問題真正出現的時候 可能最需要做的 就是你們兩個都去共同解決 但是你們從來不去面對 也不去解決 你只是盡力地 在用你認為可以討好的方式去討好她 但你的確這樣做得很累 所以你今天會離開 可是我心裡邊 還是可能會有我自己的小小情節 我至少認為對於女孩來講 她是蠻單純的 而且蠻直接 沒有什麼心計的 我更加覺得問題在你身上 所以個人認為 如果你可以的話 不妨嘗試一下 如何去解決你們兩個的問題 如果你足夠愛她 其實在兩性關係當中 男人需要的是肯定她 讚美她 認可她 但女人需要的是關注和陪伴 所以你覺得這個男生陪在你身邊 你會特別開心 但這個男生他需要的是什麼呢 我在你面前 我得是個男人 就是在你們兩個人的戀愛當中 他特別希望有的時候他能說了算 他能夠有那種有底氣地跟你說話的時候 但是大多數時候 他跟你說話的時候是沒有底氣的 男生 你可以把她當成是一個女人來看 不要把她當成是一個有錢的女人來看 雖然她確實家境很好 但我覺得有的時候 人會人為地給我們的對方 加很多的標籤 但是往往在加了這些標籤之後 人會用一種不太平衡的心態去跟對方去接觸和交往 能不能先拋下你們所有的標籤 傳統的認知把家長都扔下 然後哪怕如果他你覺得他爸媽給你壓力 你可以少去他們家 甚至覺得一對情侶 我今天就只能吃肯德基麥當勞的水瓶 我憑什麼要陪你去吃這個珠光晚餐啊 你要是喜歡我 愛我 咱就吃盒飯 如果你要是吃不了這個盒飯 跟我吃不了這個苦 那你可以自己單獨相處的時候 你可以去過那樣的生活 但是前提是 我有我的原則 我有我的生活標準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錢可能是障礙 但是更大的障礙是 我們把錢看得比人更重要 其實我蠻喜歡琪琪的個性的 很直接 然後我覺得她對愛情的投入也很多 其實她也是蠻付出的 不過發起脾氣來 就是眼恐恐怖片一樣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你要熟練 你們兩個之間 我看到的問題是你的問題比較大 你自卑 你像一個刺蝟 你要說一句話 不管有信無信你就被刺到了 你這件事情跟她無關 你信不信 今天你跟她分手了 難道你就自信了嗎 這樣跟分手的時候 如果遇到一個女的朋友 又開始嫌你窮的話 你又跳起來 你要知道我有很多的朋友 真的是老公窮 老婆很有錢 但他們依然過得很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男的他不自卑 說實話他出去 只要是貴一點的旅遊 都他老婆出錢的 可是我們朋友 為什麼不會瞧不起這個男的 不會說你幹嘛吃老 沒有 因為這個男的 他沒有瞧不起自己 他就說我老婆有錢 至少我不花老婆的錢 就讓我們羨慕的是他們恩愛 而忘卻他們貧富的差距 這樣聽懂嗎 你們越是不恩愛 外人越會看你們貧富的差距 越有人會說閒話指指點點 所以我認為 如果要繼續在一起的話 你這個自卑的心態要放下 好好地愛他證明你的幸福 我覺得這樣子 還是有為可以在一起的 你內心肯定特別希望 他們家破產吧 破產你就不自卑了 你們說你們都不在乎錢 其實在我看來 你們都很在乎錢 南方就很在乎錢 他要是不在乎錢 他不會時時刻刻感覺到壓迫嘛 他時時刻刻感覺到自己沒底氣 時時刻刻感覺到 在你面前抬不起頭 這就是在乎錢的結果 那個所謂的開業典禮 誰規定開業典禮 一定要西裝革履啊 我聽說劉若英 有一句台詞我特別喜歡 你以後可以這樣用 當他覺得 我穿著牛仔褲 怎麼能參加這麼盛大的活動的時候 你就應該用這句話告訴他 說你塗老帽了吧 這一年頭什麼叫時尚 就是越是事事的環境 你越要穿得不是事事的 不在乎 明白嗎 同樣是一句這樣的鼓勵 說給他聽 他內心那種自卑感 就會消減很多 另外你還在撒謊 你說哎呀我很愛他 所以我不願意讓他跟我過苦日子 他本來可以過那樣的日子 你錯了 是因為他過他那樣的日子 對你產生了太多的壓力 如果你要是真的覺得 我只要愛這個女人 憑我現在的薪水 不至於讓他過得太差 當然也過不了他那樣好的生活 但因為他是我的女人 所以他就嫁汗吃飯 我只要坦誠地先對他就可以了 而未必要給他父親 給他那樣的生活 因為也許你這一輩子 都不可能達到他父親那個狀態 而對於女生來說 口口聲聲說 我可以放棄這個 我可以放棄那個 我努力了這麼多 我努力了那麼多 我只能說你是努力了 但努力得遠遠不夠 別的不說 就說那一句話 他母先生比你給他大五百塊錢 你的家庭就是那樣的 沒有告訴過你更多的影響 和更多情商的提高 所以你才會做出 那麼愚蠢的舉動 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我看你們倆之間 真的很難跨越金錢 雖然這中間金錢的跨度 並不是特別的大 但很難 男生在這種自卑 是根深蒂固的 而對於女生來說 你有沒有必要 用委屈自己的方式 來維持對方的自尊 你維持不了多久 你說今天是大爆發了是不是 如果它不爆發 改天就是你爆發 你會說你看 演唱會 我瞞著你 自己買的票給你 是吧 你看 我本來想要去哪哪哪 我委屈著自己不去 委屈到一定程度 就會爆發 就像他現在 委屈到程度 就會爆發是一樣的 那是因為你們都覺得 為對方的付出是一種委屈 而不是一種享受 愛情確實不分貧富 但婚姻必須門當戶對 如果想要跨越這層差距 就彼此進入到對方的消費和生活層次 如果做不到 就別說對方給自己壓力 因為有一句話形容愛情真的挺好 自作你不可 誰讓你選的呢 來吧 小陽請去密室裡 七七大聲說出來 讓我牽住你的手 不再放開 讓我陪你走下去 苦了傷疤 感謝你讓我 禮物 讓我大聲說出來 是 是不是哭得特別醜啊嗎 我 暫時這麼長時間了 你是我自私 我想反駁 但是我 我不反駁了 大家說 你自悲我知道 可能你不是 你就是覺得 你不想讓我過不好的生活 但是 我只能 我只能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只能說 我在這兒等你 一天 你不回來我等你 一年你不回來我等你 十一年你不回來我等你 十一年你不回來我到哈爾濱等你 我一直等到你回來 你從外地回來 你第一個看到的是我 我覺得兩個人相愛就應該在一起 我還是那句話 只要你和我才行 我願意走九十九步 哪怕你只朝我漫向一步就行 我不會回來我 那幾天 你我 我 那幾天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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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来 我们回到现场 100位观众这儿 请大家给到他们两位倾诉人 一些你们的意见 如果大家希望他们在一起 请再表决其者按赞成见 大家不建议他们在一起的话 请按反对键 321请按键 现场78%的观众 还是希望你们在一起的 那接下来呢 会为琪琪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转身离开 第二 你继续留在舞台上 等待选择住升起 你要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那红色按钮按下之后 密室门会打开 小杨会不会从密室中出来 那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等待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好 接下来请为琪琪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